天南地北谈华语 有时想想挺讽刺的 我干爸退休后去修了个学士 你隔壁的少年人却不愿意去上学 一个是年轻时想学没得学 一个是全都为他预备好了 却不珍惜 不能相提并论啦 你干爸年轻时没那么多诱惑 现在的年轻人选择多了 诱惑自然也多了 辛苦和安逸 有谁会把辛苦列为首选呢 又不要求他考取好成绩 中小学阶段的学习 就是要各方面接触 都认识一些 再来慢慢找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就是要什么都接触 遇到了感兴趣的 哪怕有不会的 也愿意问明白 尝试搞懂 搞懂的过程就会不断思考 越是思考就越想多知道一些 因为广之兼深思 才能做出精确的分析和辨别 但有这些还不够 还要脚踏实地地实践出来 不然就是头大大 身体小小了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什么之又什么之的 什么之又什么之 啊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赌行之 对对对 你再说一遍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赌行之 博学之 这句话出自理计中庸 意思是广泛地学习 详细地询问 对自己所学的东西 要慎重地思考 做出精确的辨析 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实践 我尤其赞同后面那句 赌行之 光知道还不够 得行出来 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这些是求知的过程 而赌行是把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现实中实践它 从认识到实践 这是一个过程 唯有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 才能有所提升 赞同 智力和能力 前者是脑子好使 后者是能付诸行动 有能力的人 不会只有一种能力 而是有一组能力 各种能力相配合 发挥最佳效果 而多种能力的建立 还有赖于求知的过程 也就是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当然 之后还要实践出来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Key 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